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 我6月19號預賽的影片 好嗎? Let's go 來了來了 現在在比賽 最後一位啦 因為禮拜六要教書嘛 沒辦法測試 你看 多lony 是不是 是不是很lony 後面都沒人 有沒有 離前面超遠的 但是 沒關係啦 我們很習慣了 好嗎? 也有心理準備了 是吧 這一場好像 20幾台車 我有點忘記了 24台嗎? 還是26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20幾 最後一位 無庸置禮 是吧 不會有人跟你搶 是吧 是吧 我偷跑 你看我還跑得比前 比後面的那個塊 不行 沒關係 等一下對位就還給人家了 我可能應該是看說 他們怎麼沒出發 我先出發啦 OK 好 要對位了 要對位了 刺激喔 exciting 好啦 確定最後一位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可以了 好 你看紅燈 沒有起跑 很明顯 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圈 再一圈 前場房企 再一次 再一次 告訴你 說 欸 現在還沒洗跑 是吧 這一次大家還是 戴的蠻快的 蛤 又失敗 好 再一次 再一次 你有看到前面這首比 天空嗎 我都忘記這 起跑失敗兩次了 第一彎就算了 耐心啦 我沒有耐心 要等待 好嗎 這個 太快了 都已經太快了 有啦 這一次就比較 OK了 跟緊前車 等觸 這一次應該會起跑成功了 好 哇 哇 這一次 換我起跑失敗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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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起跑失敗 起跑落賽 是吧 唉呀唉呀 不知道为什么在弯中停下来 你看我看一下我的钱包感有没有受伤 好像稍微有摸到 但是还好没受伤 没关系 继续追 好酷喔 喔 變成這樣前後鏡頭 各位車友好像比較好看喔 對不對 出發 繼續賣技 我記得這最後好像 追到13還是14還是12 我都忘記了 反正就是10出頭 大概一半 而且那一天我去這個開啊 第二次下場而已 因為這一場之前就只有一個熱身 一個5分鐘的熱身 然後你看這個 喔 真的彎道都很不爽 超級不爽 有些彎明明可以全遊的 尤其是12 都不敢 然後像這個角度都抓不好 你看鏡頭彎還在反打 你看節奏很差 所以就跟你們講要練車 真的 節奏很重要 你節奏抓穩了才會開始修自己的 缺點 對不對 然後才會開始一步一步往前 這樣子 那你看我現在才第二次下場 前面也才跑 喔 排不到5分鐘喔 我前面我記得那個熱身我跑3圈就下來了 因為我是用新輪胎 那如果我在熱身就把它磨掉很多的話 對我後面就很不利 因為大家是測試的時候 開新輪胎 就是這個的前一天 大家開新輪胎 那 我沒有去測試 所以我新輪胎變成我在暖身先把它磨開 那因為我只是磨開而已 希望就是這裡比賽可以 就是很好的開始這樣 早知道這會起跑失敗兩次 剛剛那個對不對 有沒有 就這裡磨啊 可是也不能這樣講啊 因為 你熱身也要知道就是這個車子是OVOK的 配上這個新胎這個設定是OVOK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能這樣說 好嗎 不好意思我稍微給我講的話 應該還是剛剛還是要新胎試一下 看OVOK如果沒有問題 欸兩三天就下來 欸這樣差不多 然後保留實力到現在這樣子 OK 然後現在可能 欸前面集團稍微遠了一點點 然後後面集團也稍微遠了一點點 我就可以專心抓一下那個 路線跟開阪 那你怎麼知道你節奏對了咧 很簡單 你看你的方向盤 欸有沒有修到很細 有沒有亂動 如果你方向盤都還一直亂動 有碎動 呃不確定的話 進彎要打多少不太知道 出彎什麼時候回正不太知道 然後什麼時候要加大角度 什麼時候要怎樣 什麼時候要下有沒有不太知道 代表就是還不熟 你看我現在過這個彎就比較好一點 你也可以去回放我之前的影片 就是這個之前的內容 你會發現就是 欸過那個彎的時候更爛 像剛剛那個是比較好 因為可能距離前面有點距離 距離後面有點距離 比較沒有那麼有 就是壓力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趕快把路線把它釋出來這樣子 然後努力追到下一個集團這樣子 有啦有越來越好啊 你看有越來越順了對不對 煞車油門知道什麼時候踩了 各位車友不要學喔 好齁 記得 練習測試一定要去 沒事不要從最後一個起跑 好嗎 確認一下 不錯 藍天白雲 開的車在這裡這樣 有沒有 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努力追 努力追 有啦 有看到前面的影子了 但是因為預賽的圈數也很少 我記得預賽好像九圈喔 好像是 就九圈而已 就沒有很多 比較少一個 比較少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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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知道已經第幾圈了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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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倒數第二圈 第二圈 看來下次力保我要多去練一下 真的 太久 沒去力保練 要不要生疏一點了 雖然以前 我就有單速在這裡開過 也開滿多場的 但是 DD2畢竟是不一樣的車種 你車種不一樣 你的引擎出力就不一樣 你的路線可能也會不一樣 你的車感也會不一樣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是卡丁車的話 把單速跟DD2跟KZ 我覺得它都是 不一樣的 領域啦 應該是這樣講 我覺得 現在就我自己感知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領域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 沒有就是 講說就是 你單速開得很好 你直接換 DD2就會 非常厲害 可能是我要求也過高了一點點 我都想要非常厲害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就是 你要達到 假設你在單速非常厲害 你在D2要非常厲害 的話 有可能 就是你 真的就是很頂尖 然後很年輕 我覺得這個可能 有機會做得到 但是如果 你可能是像我一樣 就是 可能有年紀的話 就是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的練習 才會有辦法轉換 哦 已經 結束了 比賽結束了 有 有追到下一台 車了 但是應該 可能圈數不夠 就是 比賽我就講 九圈了 回去了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每個 領域就 不太一樣 每個領域就 不太一樣 對 如果是卡丁車 我覺得每個領域的選手 真的 如果是戴很頂尖的話 都 非常值得學習 非常值得學習 那我就在看 我到底那個 錢炮有沒有進來 因為錢炮如果有進來 我又要被伐鳥 是吧 然後在十幾位 可能十二位 又被伐鳥 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 哦 好啦應該是沒有 我記得 預賽的時候是沒有 就大概就是 跑到就是群體的一半 這樣子 等一下下一場 預決賽就從中間開始 開始跑這樣 就不用 就是距離前面 差這麼多 這樣子 然後而且 如果你有去練車 你會先去設定你的車子 先去設定你的車子 那我覺得這個 如果真的要比賽 就是你想要取得好名次 就是先去把車子設定好 就很重要 這就是我的心得 好嗎 好 要跟各位 分享一下 哪要進步 就是要練車 因為我也是體感派的 對吧 我也會講說 我的身體獲得什麼 我也不是就是 那叫怎麼講 就是 紙上彈兵型的 對吧 也不是紙上彈兵 就是 我比較愛實戰 我比較愛實戰 就是 今天身體帶給我的感受 我才覺得我是真的學起來 所以 我在跟各位車友分享的時候 我也是分享我 自己 身體 真正獲得的 好嗎 這也是我的 心得 我也希望你有這種體感 你才叫做確實的 學會 OK 好啦 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啦 下次見啦 好嗎 拜拜